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透过手机及时掌握赛况呢 还有现在女孩最疯的围单眼 这个围单眼到底夯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的来宾都要告诉你了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相机达人贺珍珍 珍珍 你好 依美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就是北门相机街 我们的秘书长黄玉明 玉明哥你好 依美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上来问一下 这几天我是非常疯狂 但是现场两位大男生 有没有在看棒球关心吗 一定关心的 一定要关心的 而且今天对上的 大家今天很多人可能都已经 剋泡菜 剋到辣到不行了 如果今天我们刚刚说 跑到那个球场外面去卖辣炒年糕的话 应该赚翻了 因为今天看到我们的Top官 就在告诉你哦 全台都在风棒球 可是如果说呢 您除了电视之外 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你们有办法定时坐下来 你可能要加班 可能在别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APP 可以帮你及时掌握战况 那您身在哪里 都可以帮我们的中华队加油呢 玉明哥帮我们整理了一些资讯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今年WBC官方 它有出一套Apple可以用的APP 你只要上网 接上手机上网之后 透过这个官方APP 它就能够看到即时的赛况 那即时的赛况 包含比赛现场 但可惜我们人在台湾嘛 它只开放美洲地区 所以我们台湾 看不到即时转播 但是还是可以掌握 比赛的最新状况 不过呢 我们知道说 如果说你要是人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的呢 就包含了可能我们这边是Proof B嘛 我们这边是B厂嘛 但你在日本的A厂的战况 你都可以即时看得到 但是如果说您想要帮中华建额加加游的话 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玉明哥刚刚也提供了 这是一款APP程式 叫做CTGO 那目前呢玉明哥 这个是在所有的手机都可以下载得到吗 这个所有手机都下载得到 那其实我们赫甄甄 它也有装在它手机里面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不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是 在有什么样不同的功能 那当然了嘛 因为呢这个CTGO里头 刚刚可以看到 有一些呢 简单的新闻讯息 那另外呢 还有赛事分组追悉的状况 不过最厉害就是这个 它要用手来摇 而且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棒标场来看 除了加油棒标外 大家可以把手机拿起来 就能够当加油棒了 赫甄甄马上来现场示范一下 这怎么使用呢 那个使用防智很简单 那程式打开后 这边有个机器 你再点一下 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这样子摇 就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就会有那个声音 我们要拿那个一枚棒子 我也可以 也是可以这样子去 为中华队加油 然后如果说 可是这样很奇怪啦 我们看到完成度 从机器一直到完成 完成之后可以做什么 它上面其实是 每摇一次 都可以充满180 可以有一些小礼物 那同时你一天都可以 反复可以摇好几次 为大家加油 所以说你在球场上 我们看到了 不管从第一局 看到主局下半 想要加油的时候 随时摇 它可以随时帮你来抽礼物了 好那因此呢 今天晚上 在FalueBC的赛况之外呢 当然啦 如果说在家的话 看电视嘛 用网络的话呢 在HiNet也有网络直播 不过手机的话 就提供给您这样的方式咯 另外看到现在最热门的 还包括在泽国的 汉诺威举办的这场C-BIT 我们看到的Top2要告诉您在C-BIT里头呢 这一回台湾的厂商 总经给您介绍过了 蠢蠢欲动 虽然说规模略小 不过我们厂商有找出新商机哦 首先来看到的 就是滑晴 还有维新的部分 滑晴呢 在台湾的朋友来讲呢 对它来讲的印象 是在做主机版的 这一次它靠主机版呢 有什么不同的呢 它推出了四大产品线 除了说呢 一般的这个电脑的主机版之外 那还有呢 PC-MINI的主机版 另外还有工业用的 还有呢 这个Server Workstation的 这个主机版 通通都有 但是里头 它竟然呢 在这个PC-MINI的主机版上 它和B&W来合作 捉出来的主机版呢 说是给电竞朋友使用 此外呢 连维新都在抢电竞市场这一块哦 贺诚诚 怎么看这一块 为什么呢 在C-BIT我们的厂商 要出去走电竞这一块呢 因为实际上 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讲 它不是那么懂说电脑的CPU啊 主机版规格效果能够干嘛 但是他们愿意说 投资在一些那个电竞的一些 比赛的团体上面 这样子透过比赛 然后丰富了游戏的声光效果 就可以不用输出很多数字 它只要简单的看 这个主机版 这个主机啊 这个游戏 效果不错 基本上可以达到非常好宣传 而且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 除了滑晴啊 维新之外 之前我您报导过 那个耀越科技 现在也是很积极在攻击 在攻打这一块电竞的市场 这一次也没有缺席 贪位非常的大 因此电竞在台湾 除了在台湾成熟之外 这一块的市场 恐怕也渐渐的在蓬着 在茁壮起来了 但是呢 Top 3 这是懒人的福音了 您觉得说 在当个低头组很辛苦吗 现在眼睛动一动 因为呢 在三星 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向欧洲申请了 眼球滚动技术 上个月呢 这个技术 同样在美国 已经获得了专利 它可以怎么用呢 眼睛可以去对准 荧幕的这个平胶 就可以跟它来 这个滚轴 可以上下左右移动 可是玉米哥 这样子来讲 它的好处实际上在哪里 这个其实 眼球滚动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练眼睛 练眼睛 让我们脑子更聪明 眼睛动越快 我们脑子越聪明 那其实上呢 这个好处就是 其实在S3的时候 它就有采用 相关眼睛的政策技术 让你的那个 手机知道 所以我现在正在看荧幕 能够让它的亮度继续维持 那在S4的时候 相信它一定会用 我们常用的眼睛 譬如说上下左右 这些动作 来做一些动作的触发 像是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比如说我们 以前要滑平 可能就是手指滑来滑去 我们以后的话滑平 就是眼睛左右动 上下动 然后以后大家真的 眼睛越来越灵活 脑子越来越灵活 不过这样可能 小心隔壁的正妹卷 你在偷看它 但是其实好像听说 电视 我们知道这个相机答案都有说过 这样的相关技术 早期我们的相机里头就有了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在早期有一个叫做 眼动对焦 也就是以前的单眼相机 底片时代 我们只要眼睛看到哪里 就对焦到哪里 在观景窗里面看到哪里 对焦到哪里 准确度大概超过八成 那这样对我们现在来讲 要办案快门对焦的这个动作来说 它省了很多时间 而且对焦会更准确 我们这个技术听起来不错 为什么到后来好像我们就没有在地区听到 有这种眼动对焦的技术出来 这可能是为这个一个是商业考量 可能后来电子整合方面 有一些技术要克服 或许是这样 在这上可能很多数位化相机起来之后 这个技术可能就相对的比较暗淡了 但是呢 马上来带您看到了 两位来宾有没有小朋友 家里有没有小朋友 都没有吗 没有啊 好 那但是呢 你们还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对不对 大过年的回去一些亲戚家里头 还是会有小朋友吗 我们来看到第四个 小朋友玩手机要特别小心哦 上来给您报道过了 因为呢 小朋友很容易就在里头 游戏内里面来购买着 这些游戏里头的花切钱 看到我五岁小男生呢 打这个哦 这个是僵尸的游戏 十分钟就花了他老爸老妈 气板抠哦 但是呢 来问一下了 其实到底哦 为什么这事情层出不穷 是来不告诉您 苹果它愿意哦 来做一些和解 可能是呢 一百多块以下 它可能用一些点数哦 iTune的这些完全来补给 那可能多少钱以上呢 是用一个退款的机制 但是要如何来哦 截足先灯 防止在先呢 贺政事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哦 通常呢 这个小陷阱都藏在游戏的哪里呢 实际上现在很多游戏哦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画面 就是我们就在玩的时候 有说我们游戏里面有说 你跑了很多关 打很多怪物 会有游戏里面的硬币 可以让你说买很多的武器啊 玩起来更快速啦 可是比较让我们会觉得 有点犹豫的就是 有些并不是游戏里面的金币 而是要用我们新台 不是我跑的金币 不是而是我们要 必须要线上刷卡 你可能花了三十块钱 或是一百多块钱 可以买到什么样的金币 或是行李 有说这两个边间 并不是那么明显 甚至我自己在玩的时候 我在点字里想说 哎呦糟糕 这要不要花钱 对 还要想一想 连我都这么大 都会搞不清楚 更换小朋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真正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您看到呢 这里头有的是要用新台币购买的 但你要仔细看清楚 有的它其实是用游戏里头 你可能跑一跑 里面就有些点数 用它的金币直接来扣换 如果说你分不清楚的话呢 很容易就会傻傻上当了 那也不能怪小朋友啦 不过我们看到下一张 陷阱还在哪里呢 珍珍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画面说 他说右上 旁边那东西好像是说 你要买了用个金条 就可以买一把很炫的枪 但实际上他们都会跳出来说 这东西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不是你真的要买呢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玩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要买 对 然后就不小心买下去 其实这东西要去询问的时候 就是要我们再多留意一下这样子 所以说要是贼一点的话 它不会跳出视窗来 但是大部分来讲 都还是提醒您啦 愿不愿意花个可能美金 1.99 3099来购买 可是呢问题是说 我们的父母亲 有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 让小朋友除了教育学之外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不要把它靠起来 什么之类的柔性劝导 玉米有这样的做法吗 其实一些小子女小子的 他爸妈都会把手机啊 还有评判给他们玩 那这在国内 其实有些父母啊太宠小孩 就是自己太忙 就丢个玩具给他在那边玩 他常常就是连密码什么都告诉他 反正你就付费买个小小游戏下来玩 但事实上这个就是中间一个跟我们资案一样 父母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密码给小朋友 当然小朋友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小朋友不像说赫申镇 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大朋友 他都会不小心点错了 你看小朋友根本不管我在玩的正高性的时候 我要两百把枪我照点 对 这可能就要花你两百万了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还是说父母亲的账号密码 对 可能也不要给 对对对对 这个小朋友的话拿去的话 还是玩内建里面的城市就好了 好那所以说呢 两位现在呢 我们来举个战虚牌 因为坦白说啦 很多人都在讲说教育这条路里头 要不要让小朋友来玩PC或者是电脑的游戏呢 会不会因为平板的游戏 手机的游戏 有这样子的付费陷阱 就会阻止小朋友玩呢 这样偏激的做法你们赞不赞成 会禁止小朋友来玩类似的游戏吗 我们来举个战虚牌 3 2 1 真真是赞成禁止啊 不是我支持 支持我支持小朋友 两位都是有良心的父亲啦 再来呢我们一样看到 现在传出了iPhone5的这个之外呢 5S这个谣言已经传很久 现在的确告诉你哦 6又要出来了 而且iPhone6 实际不一样 大家呢 苹果迷们最熟悉的中间那一颗 那个Home键没掉了 因此呢 变得更薄 而且呢 萤幕也变得更长了 这个呢 是在那个Apple Insider里头 它所曝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哦 它们变得更轻薄了 而且Home键不见了 但是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果粉 珍珍哥 对你来讲 这样的iPhone还叫iPhone吗 当然是iPhone啊 怎么说 因为主要是苹果说的东西 我管你什么东西不见 我们就照样买单啊 这个 这个说法你也太铁粉 是僵尸粉吧 玉米哥来吐槽一下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真的不大好 因为那个Home键不见了 很多事情你就回不了家了 我们相信它总是会到时候 有一些取舍一些改变了 是 那我们相信它会做得更好 这样子哦 那但是你会觉得说iPhone 6 它会不会是苹果呢 现在我们知道股价跌跌不休哦 真正会不会觉得这只手机出来之后 可以重回雄风呢 能不能靠这只手机 其实但是因为苹果它真的是说 市场上它iOS就他们那一直在做 所以说大家对它赋予高度情况有时就很正常 但是至于说实际上真的出人这个样子 我相信我们都会相信苹果设计跟它软硬体实力 这倒不用担心 这样子哦 不过呢 我们知道说他们今年有讲了 2013年会有一个新世代跨世代的这个产品 目前大家还在猜 会是iTV还是iPhone 6还是iWatch 这样看起来玉米哥你的想法是什么 这时代其实不会那么早到来啦 对 我们自己的数位化还在努力 那其实虽然我不是果粉 但是我其实蛮看好iWatch的发展 所以说iWatch 现在看到一些面板沧桑 这些产业链已经都有新闻出来了 好但是呢各位朋友们请您收集一下 我们呢只会回到新闻现场告诉您 什么东西让女孩子为之尖叫呢 当然不是你帅气的脸庞哦 这个围单眼稍后带您一起来认识